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与肖央互让C位 娱乐圈的谦讯典范闪耀时刻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 明星们对于C位的争夺时而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话题 但近日赵丽颖和肖央的一次互让C位的举动 如同一股清流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和赞誉 9月28日 电影《遇火之路》首映李尚 主演赵丽颖、肖央、冯德伦等人亮相 赵丽颖身穿黑色文化衫搭配宽松牛仔裤 短发造型尽显之性美 当众人上台时 本应战在中心位置的C位 却成为了两人互相推让的难题 赵丽颖作为当红花旦 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她的精湛演技和众多优秀作品 使她在观众心中拥有极高的地位 而肖央则是实力派演员的代表 从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到雾沙等作品 她的演技备受认可 这样两位优秀的演员 在C位面前没有丝毫的争抢之意 有的只是对彼此的尊重和谦逊 这一温馨的互让C位的场景 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他们的举动与传统上某些明星争抢镜头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赵丽颖和肖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谦逊和风度 这种互相尊重的行为 不仅展现了他们个人的良好修养 更是为整个娱乐圈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 对于观众来说 我们所喜爱的不仅仅是明星们在荧幕上的精彩表演 更是他们在舞台下在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优秀品质 赵丽颖和肖央的互让C位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艺术的敬畏 对同行的尊重以及对自我的正确认知 他们的行为传递出了积极的价值观 提醒着人们在追求个人成就的同时 不应忘记团队合作和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相信在赵丽颖和肖央的影响下 娱乐圈将会有更多的明星们 意识到谦逊和尊重的力量 为我们带来更多充满正能量的行为和作品 赵丽颖与肖央在《浴火之路》首映互让C位 C位代表着什么 在电影《浴火之路》的上海首映里上 赵丽颖与肖央的互让C位 成为当晚最令人瞩目的瞬间 这一幕不仅引发了媒体的热议 更让我们对C位的真正含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C位往往被视为光环和荣耀的象征 但在这两位演员的互动中 却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情感与价值 C位的重要性 不仅是地位 更是信任 在演艺圈 C位不仅仅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位置 它代表着对团队和作品的重视 在《浴火之路》的首映里上 赵丽颖与肖央的互让不仅是出于谦逊 更是一种对彼此专业能力的信任 C位的背后 是对作品的共同负责与对观众的尊重 这样的举动 表明了他们不仅是在竞争 更是在共同创造一部优秀的作品 C位的重要性在于 它可以为整个团队带来正能量 互让C位的行为 让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感受到 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 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 这样的信任感 正是团队成功的关键所在 谦逊之美 超越光环的真正魅力 互让不仅展示了他们的谦逊 更揭示了在娱乐圈中真正的魅力所在 很多明星在舞台上争夺C位 以此证明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们的互让 不仅使得自己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更加立体 也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团队合作的力量 共同追求卓越 互让C位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在电影《一伙之路》中 赵丽颖与肖央不仅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更需要共同努力来提升影片的整体质量 互让C位意味着对团队每一个成员的尊重 充分认可彼此的付出和努力 这样的合作精神 正是成功影片背后不可或缺的力量 通过互相支持 演员们能够在表演上更加默契 情感上更加贴合 为观众呈现出更真实 更感人的故事 这样的精神 不仅激励了彼此 也让整个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对观众的影响 共鸣与共情 互让不仅仅是在舞台上的一次行为 更是向观众传达了一种重要的信息 在当今的娱乐圈 观众对明星的关注已不仅限于作品本身 更多的是对他们人品和态度的评判 互让C为这一行为 让观众们感受到两位演员的温暖和真诚 期待未来 携手共进的心真诚 通过这次首映里 赵丽颖与肖央展现了演艺圈中 谦逊与合作的美好愿景 在未来的日子里 希望更多的明星能够以这样的态度 参与到团队合作中 共同创造更多精彩的作品 最后 预祝在未来的演艺之路上 让我们期待他们继续书写精彩的篇章 为观众带来更多感动与惊喜 让我们一起为赵丽颖和肖央的 这一枚美好举动点赞 也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继续绽放光彩 2.赵丽颖为何对李红英望而却步 背后竟藏着如此虐心的秘密 赵丽颖在娱乐圈的崛起 可谓是一部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奋斗史 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逐渐成长为观众心中的演技派女神 而她在《浴火之路》中饰演的李红英一角 更是让她再次挑战了自己的演技极限 李红英 一个命运多舛的母亲 因孩子走失而心如死灰 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寻子复仇之路 这个角色对于赵丽颖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她需要在镜头前展现出李红英内心的痛苦 绝望和坚韧 这对她的演技要求极高 在接受采访时 赵丽颖坦言 这个角色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虐心和难受 在与导演和肖阳老师讨论剧情时 我都因情感太过沉重而难以启齿 然而正是这种对角色的极致投入和敬业精神 让赵丽颖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李红英形象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她深知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才能在这个行业中立足 因此 她在拍摄《浴火之路》期间 不仅深入研究剧本 还不断向导演和同行请教 力求将角色诠释得更加完美 当然 赵丽颖的成功也离不开她的坚持和毅力 在拍摄过程中 她曾多次因情感太过投入而泪流满面 但她从未放弃过 她相信 只有经历过这些磨难和挑战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 赵丽颖在职业生涯中 曾获得过多项影视大奖 如金英奖 白玉兰奖等 这些都是对她演技的肯定和认可 而在《浴火之路》中 她的表现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观众纷纷表示 她们已经被赵丽颖的演技所折服 相信她会在新作中带来更多惊喜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赵丽颖会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 却传出了她在拍摄过程中 因为过度投入而身体抱恙的消息 这让无数粉丝为她担忧 也让大家对她的敬业精神 有了更深的认识 然而 正是这份对事业的执着和热爱 让赵丽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榜样 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 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只要我们敢于挑战自己 勇往直前 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赵丽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她多年来不懈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